江洪杰扶元爱的灵魂官司未完 为了要让失联的扶元爱兑现承诺 现在传出江洪杰将大动作在日本召开记者会 事实上去年7月扶元爱陈莱台要调节离婚后续 不料双方在机场就闹翻 当时还出动警察 事后扶元爱完全失联一年多 对于该旅行的事务仪式摆烂 让江洪杰在没办法之下 也要在东京召开国际记者会 连络不下来的 必须要先有连络啊 对啊 也不知道 所以他故意乱严 乱丝严了吗 呃 对 哦 日本国外记者俱乐部的采访行事例上 已列出江洪杰记者会的通知邀请 时间是在27日的下午3点 采访主题上直接写着有关江洪杰指控扶元爱相关事宜 现场将以中日文并配有英文翻译进行 会透过直播 主要是为了想让更多人知道 到底这一年来发生了什么事 对于张洪杰要在日本召开记者会的事 他所属经纪公司华严谨表示 一切交由律师处理 看来27日的记者会 势必会再度造成一波话题啊